因為孫生他號稱他是表演王 所以我們今天的企劃就是Free Comedy 在不告知他的狀況下 我會叫主持人直接喊他的名字 要不要來試試看好了 你來講講看怎麼樣 我講啊 你講啊 下一位嘉賓 你要怎麼 不是 因為我這個人的強項不是寫段子耶 糟糕了 我就是那種集心耶 就是你說脫口秀最爛那種 哪個原唱最正啊 這原唱 這原唱 答對了 漂亮 你懂我 好 李榮浩家裡開什麼 李榮月 好不用理我 不用理我 好嗎 天啊這個很難耶 還是 還要試試看 很難聽到紅燈快點閃好不好 啊 林鄉 林鄉 打鼓不開提腦鼓耶 提腦鼓 對真的很不錯啊 你們對我們有什麼 question嗎 You have a question 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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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到底是做什麼的 沒有就是做YouTuber啊 新媒體啊 新媒體啊 拿相機開射這樣 喜歡耍寶啊 喜歡耍寶啊 你沒有看過他 那個 社會本來還有一個看過 哦 過了天了 過了天了 某天反骨男孩的酷炫幫搭檔孫生 報名了脫口秀 孫生在不知情的狀況下被叫上台即興 在講了幾個冷笑話後 觀眾竟然提到前女友林鄉 讓她尷尬數秒後竟速跳過話題 更有觀眾直接問她做什麼工作 並且表示只在社會新聞上看過她 讓全場歡聲雷動 因為孫生他號稱他是表演王 所以我們今天的企劃就是Free Comedy 在不告知他的狀況下 我會叫主持人直接喊他的名字 然後他就要上次表演 一個人上台的時間是5分鐘 我們看他到底可不可以鎮住場子 然後他可以讓觀眾笑幾次 再看一下到底傳說中的表演王 在沒有告知的狀況下 突然被推上台 被多好笑 就直接一巴拉 就被罵嗎 不會不會不會 不會被說不尊重 不會啊 就直接巴拉 就巴拉上來 OK喔 對對對 謝謝 你們最喜歡的是Michael Jackson 想說被教育了嗎 怎麼回事 很有趣這樣 所以孫生你在KTV會唱誰那歌呢 都不會啊 都不唱喔 都會給你們那歌耶 我們整個都給他包起來 住進七小時 你要現場示範一下嗎 現場住進一下 那很幼稚欸 那確實啊 是真的很幼稚啊 要不要來試試看好了 你來試試看怎麼樣 我講啊 你講啊 下一位嘉賓 我講什麼 真的喔 請大家歡迎孫生 歡迎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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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賣 欸 請請 1 2 請 不是 因為我這個人的強項 不是寫段子耶 糟糕了 我就是那種 即興耶 就是你說脫口秀最爛那種 哪個原唱最正啊 這原唱 這原唱 答對了 漂亮 你懂我 李榮浩家裡開什麼啊 李榮院 好 不用理我 不用理我 天啊 這個很難耶 還是 來 還要聊什麼 很難 今天紅燈快點閃好不好 還要聊什麼啊 天啊 你們對我們有什麼問題嗎 你有問題嗎 都沒有 有你是做什麼的 我手工淡破的 我手工淡破的 沒有 這做YouTuber啊 新媒體啊 拿相機拍攝這樣 喜歡耍寶啊 我有幾個新笑話 我要當大家這個 喜劇飛機杯 進人之後很自由 可以怎麼樣 風魔 可以退稅 因為Test Free 啊 零香 零香 打鼓不開提腦鼓耶 聽腦子 對 真的很不錯啊 不錯不錯 紅燈亮紅燈 很棒 紅燈亮啊 最後一個笑話 對 為什麼我是這個 最厲害的人啊 因為我是頂泰豐的哥哥 頂泰森 頂泰豐的親戚是誰 你們知道嗎 頂泰進去 沒錯 紅燈亮 謝謝 我跟妳講沒準備嘛 你會整我對不對 謝謝你 謝謝你 他好有趣喔 為什麼他連隨便講個什麼 網路笑話都好好笑 他剛剛一開始講一個什麼 還沒破梗 很正的原唱是哪一個 欸正原唱 好好笑 為什麼那麼好笑 好厲害喔 你覺得你的訣竅是什麼 要不要跟接下來演員 還有我分享一下 我需要你的拯救 有一個絕對會翹的訣竅 就是 Nature啊 Nature Nature 對啊 抓奶 Nature 哈哈哈哈 為什麼你還要站起來 在這邊主任正直的道理 哈哈哈哈 有提示說什麼 你沒有看過他 你沒有看過他 社會本來好像有看過 哈哈哈哈 快點了 快點了 還有就是那些 會進學無數的同學 手機上 哈哈哈哈 OK 哇 感謝是不是很有趣 對 剛剛笑 音量 make 車